2022年疫情严峻 宜兰县孝亲尊师联盟 持续提倡同住家人 应具备孝亲精神 鼓励各种多元家庭 建立和谐关系 教育下一代 善用台湾便捷资通讯 作为沟通工具 成功地在母亲节 举办千人视讯 在家为父母洗脚 同时上线的创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庆祝15周年来 不间断举办 加北部塞卡运动 今年特别举办摄影比赛 许多民众把在家中 为父母亲洗脚的孝亲画面 透过网络报名参赛 经过评审团三轮评选后 最后选出43位得奖者 并在111年6月11日 于头城区域会 广场举办颁奖典礼 无论疫情无论疫情 都要加上今年 线上视讯的特别合适 这次因为我们没有经验 如果全国府人经验 扮一个很大型的 一个运动 一个灰 这种视讯 那如果是开创 中法电器 他导致决赛服务的在那里 这次很感谢 可能北京府给我们当网房 中法电器给我们所有的投资员 都不用给我们办 他说这是中法电器 第一次把这个外形的视讯活动 我像无论有疫情无疫情 视讯的 我们办社会 都无国制 我可以把我们这个疑人 医法人跟疑人设计 这个最经典的 跟北部学校的这个运动 带董事与台湾国际 带董事与台湾国际 国际 国际 可以带董事与全世界 给我们这个疑人 修行提倡的 跟北部学校的运动 这将我们带向国际化 为那些优好 优好 优好 尊重持上 尊重持这样的 因为这生态模型 这作人的基本的独立这个模型 也带身后续心 大家都来尊重持续 大家都来尊重持续 这是我们宜兰 等于在推动 不愿不愿地推动 带北部学校 向国际出身的力量 宜兰县政府投诚证公所 投诚证明代表会等单位 大力支持本次活动 共同完成千人视讯 跟北部学校运动 所有的我们12个乡镇 都已经有一个轮回轮过了 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用视讯的 用我们的用拍摄的 但是我们各位也没有发觉到 我们放出来的这一张 每张的影片 其实真的都流露出来 我们宜兰人 对我们的父母亲的 那种从内心激发出来的 那个敬爱 其实这些都可以留纪念 就像刚刚理事长有讲 未来有可能要把这个东西 再继续传承下去 我们觉得真的很有意义 那县长要我说 这边特别要提醒各位 为人子女的 要勇敢的说出 对父母亲的爱 爱要及时 我们最希望说 未来的话 作为我们为人的子女的话 你在做的一言一行 未来都将来 作为你的子女的 很重要的版料 就像我们的协会里面就有讲 有效人间宜兰先行 未来的话我们也是希望 我们宜兰都能够作为 所有的版料 今年在我们的自理事长用心把这个 靠多和顺点的这个精神 带进来到教授中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自理事长 正在对到这个靠多和顺点的这个 这个顺点的这个精神 尤其在这个国家的部分 它可以让我们的社会 可以更好看 更增加进步 在我们的民伦的这些 我们的自理事长 开始 可以说 打拼很多 当中社会最欠缺的就是这种 所以说社会今天如果有爱 我就是社会就会更好看 这种工作的因素 可以以来落实来完成 我们今天办这个网站 其实我很感动 在这个网站 十五年来这样办 自理事长有时候 当时都去找他 去把我重建他 他其实有这个心 他这个团典才有这个心 包括我们地理事长 中寅师 都跟我们后面都去散 他有心 还不能去散 这个团典 大家也能用心去做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社会已经提供到 未来的会把我们宜兰关 跟社区 比如说宜兰关是一个 厚多文化的社区 文化的关 尤其现在 我们是一年一年都办这个工作 其实以我所了解 这个外团非常意义的提供 包括全国 是这外国 现在也都被开心都在提供 本次摄影大赛总冠军 是101岁魏吾阿玉阿嬤家族 以一张八旬双子 跪在小板凳上 为母亲洗脚画面 深受评审团青睐 而拿下最高成绩 两个学生都八十万岁 大厚的 看着这个外团我们就很感动了 再来他都 像我们用这个水 头前有我们的 垫子脚踏垫 口罩 所有都叫我们的程序而已 还有他的甘纳酸 全部一起来参与 所以我们这个很难得的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画面 那刚才我们处定有说 爱要及时 孝顺也要及时 所以你知道啊 我们这个阿嬷 在前几天 她也不知道她有这个状态 就在那我们这个人生的公的玩法 去山上做事 你看她流到这边 这有意义的胸皮 因为她的甘酸 是在给她補名 跟阿嬷脚踏垫 她也没想到 我们在这边 回来她冠军会 其实她有来 身体健康 气息很好 包括你看她这个踏垫 其实气息也都很好 最明星的无常 孝顺要及时 除总冠军外 金牌是一张 两个小男孩与母亲 游翠萍在自家门前洗脚的画面 宛如总冠军照的幼童版相当巧合 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真情流露 今天 我们来带给带领她 来参与这个活动 来洗脚的画面 这是我们今天的金牌奖 这两张都是我们现在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足以代表 有效人间 有效人间宜兰先行 见证宜兰人 对孝道的重视 把北部塞卡运动 秉持生根校庆精神教育 以及彰显性阶段 数位平权和线上学习的重要 透过中华电信赞助 网路频宽 让百户家庭同步线上洗脚连线 孩子们拍下动人的一瞬间 上传电子信箱 经评审几度开会审议 选出优秀得奖作品 在疫情如此严峻下 能够透过科技数位传输方式 举办加倍目塞卡 一类县肖青尊师联盟理事长 朱如文表示 明年起将持续 以线上线下方式 传递孝道运动 让社会各界感受到孝萌 传递孝道的热情 有效人间宜兰先行 赞 下方愿よし 号更下福 医院